第1531章女帝的去向女帝所留的法,得到了她的传承。 堕落真仙的话语虽然很轻,但是,听在众人的耳中却不亚于炸雷,震耳欲聋,心绪猛烈的起伏。 提及女帝,但凡是老怪物,不可能不知,她们的族中都有记载,哪个不小。 即便纪元覆灭,大事臣服,可是,这些不灭的传承也都留有经书与诗俗手杂等,记录了昔日的部分秘心。 女帝,是三天地中唯一的女性,精彩绝艳,傲尸万古,纵横天上地下,难逢对手。 居然是她留下的法,夭夭得到了她的传承。 从未听闻女帝有弟子,这怎能不让人吃惊,如何不震撼。 就是各族的老怪物,腐烂的大雨生物都谋中神光暴涨,胸膛起伏,呼吸急促,这让她们都心情复杂。 如果能够成为那位的隔代传人,这群老怪物都宁愿付出任何代价,可惜,她们没那个机缘。 在许多人注视半空中那个白衣飞舞,青丝飘扬,空鸣如仙女子时,她自己开口回应了。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很简短的话语,似乎一下子打破了人们的某种猜想,她得到了天地传承,但是却并不知道女帝。 不过,她露出些许异样之色,像是在回忆,想到了自己得到的传承的过程。 那一年,夭夭见到光与漫天,一面花开,片片晶莹的花瓣上都镇刻着经纹。 即便你跟脚很了不得,可这样屠杀轮回狩猎者,依旧闯了大祸。 剩下的三位大能中,一个瘦小枯干,形体非常单别的生物开口。 她不是人类,人体苍蝇头,不过无耻来高,样貌古怪,虽然这样说,但无论怎么看她都底气不足。 有人看出,这时身为轮回狩猎者的她们在为自己找台阶下,准备退走了。 明知不敌,只能枉死,剩下的三人不想拼命,重要的是要将消息带回去,这个时女子有可能是女帝的隔代传人,消息太爆炸,无比重要。 妖妖笑盈盈地看着她们,顿时让三位大能头皮发麻,从来不知道巨异的她们,此时居然毛骨悚然。 此刻,她们宛若遇到天敌,体内本源颤立,感觉大祸临头。 这样不好吧,关键时刻有人开口,为轮回狩猎者出头,所有人都亚裔,不禁回头看去,连堕落仙王族的人都侧目。 人们动容,开口的人是园族的究竟生物。一个很苍老,满头发丝银白,身材矮小的男子,他正皱着眉头。 这是园族极其古老的怪物,很多年不出世了,今日竟然到场,它是真正震慑了一个时代的神话生物。 看到人们望向他,园族的老旧旗淡淡地道,我阳间有规矩,大阴间的生物到来,不想成为死敌的话,不得出手。 这种说法,其大意与离他提及得差不多。 阳间小自备,甚至是许多民宿都吃惊,他们从未听说过,甚至压根就不知道大阴间是否真实存在。 而旧极层次的老怪物,不仅了解,居然洞彻昔日的各种规矩。 哥,老家伙,你可真苍老,活得岁月很久远,但是,也快熬到头了吧。 腰腰身后,来自大阴间的老者开口,依旧笑咪咪,刺着黄板牙。 园族的旧极强者,当年神话中的神话,文言脸色不渝,他很想说,你自己都老到直不起腰了,有什么资格也与我。 当然,他知道,对方是在动和他,威胁他呢。 来自大阴间的老者再次开口,不急不缓,道,规矩有前提,若是别人进攻我等,我们是可以反击的,你要不要试试。 这很强势,要立威吗? 元族什么地位,阳间的绝顶家族,底蕴身后,更是疑似投校室外的生灵了,现阶段便是佛族,道族等都不敢轻易招惹。 腰腰并不知道元族与他的关系,根本不知道齐全族与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悲剧,不然的话,眼下绝不可能善了。 至于元族的老怪物,也不清楚眼前这个天赋爵士的女子出身如何,还不知晓彼此兼有大因果。 腰腰充耳不闻,压根就没有理会元族的老怪物,向前走去。 你要做什么,三位轮回狩猎者都举起了手中的长刀,赤红的刀体闪烁冷冽的光芒,带着腰异的轮回能量。 腰腰不达,依旧向前走,终于,有人忍不住了,一位大能率先发动攻击,另外两位大能不得不跟进,全力劈出手中的长刀。 砰砰砰,毫无悬念,腰腰双秀如白色闪电,向虚空中挥斩了出去,冲碎三口轮回刀,在密密麻麻的符纹中,将三位大能打崩。 全面,轮回狩猎者没有一个活下来,都被隔杀在此地。 先有楚风,后有夭夭,当众击杀轮回组织的强者,一个都不放过,着实震动了外界,引发巨大的波澜。 自古至今,有谁敢违逆他们,最起码明面上没有,便是当年的大黑手离他不愤,也是暗地里下黑手,将几位轮回狩猎者给拍死了。 现在,有人当着全天吓人的面,就这么格杀,全灭他们。 你们可真敢动手,心不是一般的大啊。 园族的老怪物开口,双目深邃,并没有出手阻止,但似乎不看好大阴间的一行人,颇有些有些看戏的姿态。 大阴间的老者一点也不惯着他,直截了当,当面就呵斥,道,无知,不懂就不要乱开口。 不要觉得你园族庚子深,超脱诸天,有老不死的投靠在世外,就觉得稳妥了。 这局势风云变幻,到头来还不定是谁死呢? 人们动容,这是大阴间来客,他居然知道园族,更了解该族投靠诸天之外了。 所有人都吃惊,不禁心惊肉跳,园族果然反了,与诡异以及不祥背后的生物勾结在一起了吗? 一刹那,许多人意识到,大阴间的人多半也接触过世外的生物,甚至见到过上苍的生命,不然他们怎么知道园族反了? 园族的老怪物声色距离,道,你不要误导同道,这等若在血口喷人,我园族正大光明,不曾出卖过阳间利益,只为救人,世外可不止一股势力。 在场的强者都没有人开口,未曾轻易表态,因为,园族究竟投靠了谁,现在还不好说,也只能猜测投敌而已。 毕竟,到目前为止,除却主击者外,还有三件地气背后的生灵,若是园族投效后者,那还真不好说什么。 因为,三件地气背后的人,现在传下法旨,似乎给了阳间一线生机。 除却这两大堆里的势力外,还有一个至高生物,就是那位阳眼踩着地骨,要从上苍之上归来的生灵。 当下,可谓天机混乱,谁是敌人,谁是来自域外的最强灾难,都很难说清呢。 你真以为,我们大阴间怕轮回狩猎者吗? 别人不知道他们的底细,我们可是了解几分的,试问这么多年,陆镜头的生物可曾敢派狩猎者进入我界。 老者淡淡地开口,相当地镇定,这种话让人们大吃一惊,不要说阳间各地,就是在场的救济老怪物都动容,都震惊,轮回手里者不敢进入大阴间。 实在有些不可想象,这是真的吗?当中有什么隐情? 唯有几位堕落真仙震撼,心绪波动剧烈,他们隐约间猜测到了什么,难道是关女帝,与她有干系? 曾经的堕落先王族,修的是天地法,只是后来举族被污染了,被侵蚀了,全部堕落。 如今的他们黑暗真身在深渊,寄托出的美好愿景在外面,一体两面。 此时,堕落真仙中有人忍着动荡的心绪,向往朝霞灿烂的那一面,渐渐胜烈,要了解真相。 他们是有些怀疑的,一直有猜测,女帝走的可能是大阴间的那条路。 女帝的法在那里,他人呢,究竟在何方? 一位堕落真仙低声道,说是女帝的法,其实三位天地彼此的道相通,都早已掌握对方的路,留下的传承就代表了天地正统。 像是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要发生,有些尘封的真相要揭开。 突然,有淡漠的声音传来,成片的时光粒子飞舞,有一个人骨铜色皮肤,赤裸着一个尖头,向这边而来。 他踏着时光,踩着光阴符纹,宛若一个尊皇者,非常威严,气息恐怖滔天。 他从远方而至,瞬间划破了空间的束缚,像是时间长河中的逆行者,一息间就可达大道彼岸。 老谷看到此人后,直接脖子,忍不住就想向后退。 这是谁,武皇,一个狂人,他真身降临到此。 这不是武疯子的瘦小枯干的老年状态,而是他年复力强食,血气如海的中年状态, 身材挺拔,黑发披散,眼神如刀,很狮狂野。 尤其是那种强大的气息,震慑住许多人,纵然同为救急生灵的老怪物都在忌惮。 这个时候,阳间边荒区域,楚风当初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积族部落,其所在区域散发朦胧的光。 如今这里早已不同了,神妙仙子觉醒前世,强大之极,演绎地上天国,找回了前生的志强力量。 楚风的熟人,东青,虽然依旧水桶腰,宛若男子,嗡声嗡气,但是也有些不同了,气息很强。 此时,东青正在开口,道,小姐,两界战场那里传来你帝的消息,我们要走上一趟吗? 自然要去一趟,神妙仙子开口,也要亲临现场,除了他们之外,有些名山也在摇动,不止一座,有些难以想象的存在,终于是要出事了,都要前往两界战场。 风云聚焦两界战场,各方瞩目,此时,有以堕落先王族最为急迫,有人觉醒光明的一面,想要知道那位女帝究竟怎样了,如今到底在何方? 因为,从本质来说,如果有谁能够彻底挽救他们,或许也只有女帝了。 你说,轮回狩猎者都不敢入大阴间,有何证据,为什么? 园族的老怪物开口,看向前方,大阴间的老者背负双手,扫了他一眼,道,我有必要想你解释吗?你算哪颗聪? 当众蔑视园族的究竟生灵,这老家伙的不是一般的自信,让人感慨与轻叹,这是一条年老的猛龙。 欢请道友明示,女帝究竟去了哪里?一位堕落真仙师大礼,很恭敬帝请教,那位至高存在,或许应该就是你们所说的女帝,的确进入大阴间,也正是因为如此,轮回狩猎者不敢放肆,我皆知道轮回组织的部分跟脚。 欢请道友赐教,几位堕落真仙都师礼,越发地恭敬了,与女帝有关,此事无比重大。 第1532章帝,真相女帝身在那大阴间。 石破天津,震耳欲聋,让人心神动荡,还有比这个惊人的事件吗? 不少年了,世间一直都在寻觅三天地,唯一的至高女帝现在有了下落。 当然,能知道女帝,并明晓她当年多么绝艳无匹的家族数量有限,也仅限于在场的有数顶级道统。 但刹那间,人们又冷静下来,包括堕落先王族也不是那么情绪起伏剧烈了。 这么多年过去,若是女帝还在,应该早就出事了,何以没有了音讯。 许多人面孔严肃,心中一事一尘,最有可能的就是,当年她只是借到大阴间。 消逝的时代,仙明曾听到,女帝走过藏坑,一往无前,毅然踏上一座再也无法回头的桥,自此无归。 人们判断,她曾路过大阴间,看来,各位导游有猜测到了一些,那个满嘴黄牙的老者咧嘴笑了笑,接着她又摇头,道,女帝不仅时路过,其实在我接触是像当场的一段岁月,只是仙明早期不知其身份。 她口中的仙明,是漫长光阴前的强者,连她都不曾见到过,都是去不知多少个时代了,可想而知是多么古老时期的旧事。 同时,这也被家让人心记,神颤,女帝居然注视,那段岁月,她做了什么?她在闭关,在准备,也像是在等什么人,可是,最终她没有等到。 老者慢慢道来,这种事即便是在大阴间都是秘心,没有几个人知道,历代都是真仙层次的生物以及他们的清传弟子才有耳闻。 不过,今时不同往日,大事巨变,诸天万象都将溃灭,没有什么未来了,这些不需要再隐瞒。 女帝闭关,似是要赴死般,当然这是在我等看来,很悲壮,很伤感,可是于她而言,却是那么的平淡,静而定。 老者说着一些旧事,有些是他们看出来的,有些则是猜出来的。 大阴间鲜明感觉到,女帝义无反顾,想要去踏出一条全新的道,闯出一条可活众生的路。 有鲜明见到,女帝在尝试,她曾让自己被黑暗吞没,更被那灰雾全面侵蚀,又步入银色血池中。 当人们听到这里,无不动容,这是拿性命做实验吗? 鲜明看到,那些诡异,那些不祥,全都无法腐蚀女帝,与她无效。 而她毫不犹豫,彻底放弃抵御,只为让自己堕入黑暗,同时度挥雾,又染不祥银血等。 曾有一段时间,她真的堕入深渊,她是为了救我等,以身立法,求索,寻路前行,一味堕落真仙开口,声音发颤,这不是黑暗深渊中的自我,而是她真身的美好寄托,存世的愿景。 然后,她不等黄牙老者回应,自己就是一声叹息,如果女帝找到生路,何以无归。 波罗仙王族都明白,女帝那个层次的生灵,自身无惧不祥,她要救的是所有走他们道路的后来者。 她全面堕入黑暗,黄牙老者开口,听到这里,所有人的心都省下去了,女帝却是惊艳万古,可她这样主动杀几身,能行吗? 她复归了,自身实在太强,虽是万劫加深,无上都要陨落的局,但她依旧平静地度过。 只是,她自己可以走出那样的路,但其他人却不行。 这样的一条路,无法普适,唯有古来最绝艳的人走得通,女帝最终纵天而去,去踏死桥。 那一世,她也曾像是在等人,可最终什么也没有等到。 所以,她离去了,自此时间再不可见,据悉,古往今来,疑似所有走那座桥的生灵都死了。 藏坑,藏的最起码都是天地,那位最年老的堕落真仙深沉地开口。 将对而言,藏坑却只是踏上那座桥的一个小障碍,可想而知,后面的迷雾,被暗时何等的恐怖。 此时,纵然是一项张狂的五疯子都听得有些出神,才在时光粒子组成的光团上,整个人都散发不灭的气息,威压破人,时空都被割裂了。 女皇在另一边,周身朦胧,如梦似幻,志强气息不减,她这种生灵自然在遥望断路对岸,成递是他们的终极目标。 砰,空间动荡,轰鸣不止,一条模糊的陆若隐若现,轮回再出世,摇摇连杀轮回狩猎者,斩尽那一对大能,激怒这个组织了吗? 此次尤为恐怖,模糊的古路尽头出现的一口关,格外的沉重,像是能够压她一方大宇宙,散发着灭世的气息。 这次不是显照,仿佛真的要降临了,她通体宛若在滴血,红得让人觉得发慎。 并且,有一股气息明漫,锁定了大阴间的人,包括强大的黄牙老者,以及站在她身边的老谷。 完了,老谷心中哀嚎,这是殃及池鱼,然而,黄牙老者却不慌,未曾经去,平静开口,道,这样的天官共有九居八,原本葬着一些史上无比重要的人,你们如此动用,好吗? 不怕天塌地陷,古今不复存在吗?感子太大了,所有人都心经,包括堕落先王等,听到了不得的大事件,这个来自大阴间的旧集生物之道许多事。 这种,关于轮回路的秘密,难道是那位女帝所留下的信息? 那位,曾演绎轮回,复活轻固,更要再现那一世的人,而你们是什么身份,妄感坏了那条轮回路吗? 黄牙老者果然知道正式的秘心,此言一出,两届战场无人不变色,灵魂都要发抖了。 他居然提及了那位,由此称呼的人,不敢被人言明地生灵,只有少部分人知晓,稍微能接触秘心的人,都在他们这样站在金字塔顶端的家族。 而他们也都是通过遗迹,残碑,铜殿等上的残缺记载,多少知道了一铃半兆。 那位,太神秘,也太可怕了,随着岁月流逝,关于他的一切都在淡去,哪怕强大的堕落真仙等,有段时间不看记载,心中关于他的痕迹也会渐渐磨灭。 但凡了解,知道那位的强者,漠不无比重视关于他的任何点滴消息。 先是听到女帝的讯息,又再次听闻到那位的秘心,前后两则,怎不让在场的人震撼,甚至是惊悚。 而这一切,大阴间居然都了解,此时,人们判断出,这条轮回路疑似是那位演绎的。 不同于地府的轮回路,当真是设人,多少年了,连有多少人知道这则秘密,还以为所有轮回路都与地府有关呢? 这一条很特殊,是那位在诉的,不过,像是出了什么问题,那位的路,让你们也不敢乱来,可这条路上的九口天官,你们就敢妄动吗? 黄牙老者贺问,此时此际,当人们都听到这种话后,都头皮都缩麻了,九口红艳如雪的古官都与那位有关。 一群老怪物都含毛倒数,当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轮回狩猎者背后的这个组织到底什么来头? 自然,不敢,居然有声音传来,自那古路的尽头,朱红大关的附近,有很古老与机械的声音波动散发到阳间。 一时间,各方寂静,没有一个人心中可以平静,全都是骇浪卷天。 这当真是默示来临了吗? 各种秘心,各种古来最大的秘密等都要浮出水面,连那位演绎的轮回路也在今日显照。 可是,路似乎在变,那位到底什么状态,会有变吗? 黄牙老者声音很有穿透力,莫说阳间各族,就是堕落先王族,也都被惊得实话,神魂颤立,今天来到这里居然听到这么多骇人的大事件。 九口天官,葬着非同寻常的生灵,其中就有那位的亲子,等着复活,你等敢拿他们做文章。 黄牙老者急声蜜色,一时间,无论是老旧级,还是黑暗真仙,全都悚然,灵魂都要惊出窍了,听到的消息越来越射天地。 这当真是翻天覆地,要出不可估量的大事了吗? 脚小石头还活着,这一刻,古地间,断山上,九道一热泪盈眶,他听到了什么? 当斯吉那一世,他心中浮现很多逝去的人的神音,大战实在太惨烈了,连那位的亲子都献祭了。 现在,他居然听到了,那位唯一的子嗣被葬天官中。 九道一满脸泪水,他是当年的亲历者,见证了一世凄凉。 七日,有段时间,他曾认为,那位的亲子应该被复活了,可是,后来种种迹象表明,不是那样。 现在,他不曾料到,那个遗传其父,本应天纵无敌的人,没有消散,依旧在,葬于某口天官中。 九道一忍不住了,纵天而上,也要去两界战场。 第1533章天下风云出我被这条轮回古路,竟与那位有关。 而且,在路上他留下了九口天官,都葬着谁? 两界战场,无论是腐烂的大雨生物,还是堕落真仙,握不浑身如同过电斑,苏玛尔俱颤,这一切太惊人了。 同时,他们也狐疑,大阴间到底什么来头,似乎非同小可。 女帝住世,曾选择在那里必生死官,而那位留下的一些秘密,居然被大阴间的生灵知道一灵半爪。 人们怎能不多想,刹那间,许多老怪物如同醍醐灌饼,有些误了,隐约间洞彻了部分真相,全都心中大浪滔天。 至了,大阴间,这个名字就代表了一切,不是相对阳间而命名,竟有天大的来头不成。 有堕落真仙师声道,当他说完这些话后,嘴唇都在哆嗦,有激动,更有惊悚,心潮如怒海起伏。 此刻,武皇义不能平静,没有蜂魔,只是呼吸急促,在他周围时光粒子格外的浓郁,嘴唇而恐怖,渐渐沸腾。 他的身体外,强大的气息扩张,铺天盖地,爱着他的生物,包括一些老怪物都在倒退,无比忌惮,怕被时间倒则所伤,就使真仙都瞳孔收缩。 咔嚓,就在这时,有人无视时光粒子的激荡与澎湃,撕裂了长空,一步迈出,一个手持铜锈斑驳的绽毛的老人出现。 正是九道一,第一时间就杀来了,他实在难以忍受,要来寻根源,绝开历史的真相。 那位的子嗣,当年主动献祭自己,其天赋无敌,居然还在时尚,不曾被彻底地磨灭,他怎能不激动。 此时,九道一的威势恐怖无边,即便他没有血肉,没有骨,大部分真身在外游历,与他分家了,可他还是十分强横。 在他到来后,各路强者都巨阵,有不少老旧集接在倒退,对他散发的气息感觉到浓烈的巨异。 事实上,九道一族够内脸了,毕竟下方有少年,有中清代,他若是全面散发能量,许多生灵承受不起。 纵然是多罗真仙也都倒退,很忌惮,因为无法预知这个老家伙到底多强。 尤其是其手中的绣毛,散发出的光韵,让人神魂都为之而济,竟要陷落进去。 只有一个人高兴,激动起来,很开心,那就是老谷,刚才五疯子来时他实在有点方,下毛了,直缩脖子。 现在,靠山来了,他自然有底气了,当初,他与楚风进过第一山,见到过奇异状态的九号。 那时,他就明白了,这是自家劫败大哥师门中的爵士高手。 后来,他更是通过楚风清除了九道一的诡异,从一到九号,疑似就是一个人退下的皮,乃尸一体。 这其实就是他大哥离他的师尊,他更是从楚风处了解到,九道一曾在浑河发威,实力不可想象,极其逆天。 所以,老谷淡定了,再也不怕五疯子加害。 师父,老谷很不要脸,当场就来了这么一嗓子。 所有人都有点发猛,什么状况,这个纯红齿白的少年,在喊那个猛人为师父。 就是知道他底气的人,爱和老谷掐架的周族民宿,周伯,都两眼一抹黑,完全不知怎么回事了。 附近,堕落真仙,老旧疾们,全都很意外,来者一看就无比强大的生物,而他的弟子居然也在此地。 九道一披头散发,人皮股杖,跟真身没什么区别,手持铜毛,宛若一个盖世魔神般,杀气腾腾,逼是轮回路尽头,想要看清真相。 究竟是谁敢动那位的路,敢打九口天官的主意,活腻了吗? 这时,他的杀气席卷苍语,周身腾起射尸的能量蘑菇云,显然他也看到了老谷,略微一正,不过他重点关注的还是古路尽头的那口星红如雪的大官。 武皇自然也注意到老谷,露出意外之色,双铜射出射人的黄金神盲,看向了他。 这时,老谷挺着胸脯,昂着头,丝毫不触,而且还主动打了招呼,道,想我啊,好久没见,我老谷啊,当年还曾在我大哥举办的旧级盛会上把酒言欢,甚是怀念。 这简直惊掉一地眼球,连熟悉他的周伯都一阵无语,非常想说,你的节操呢,要点脸可好。 不过,他倒也不觉得意外,因为这才是老谷的本能,就是这么的骚包,压根就不会有什么节操。 远处,龙霸雨一阵乐寒,暗呼这老痞子真是前后大变样啊,不久前还未缩,向后退呢,结果现在又牛奔了。 黄牙老者意外,因为老谷就在他身边,他忍不住侧身看了一眼,毕竟他曾被离他委托,揍过眼前这家伙一顿。 黄牙,看你这板牙痴的,知道什么叫三十年和东三十年和西吗? 我师父来了,你再动我一根指头试试看。 并且,老谷不依不饶,想让黄牙老者付出代价,要么赔偿他,要么等着被九道一清算。 九道一现在哪有功夫搭理老谷,提着战毛,像是发现了什么,锁定古路尽头那里,眼窝如同黑洞。 那位留下九口天官,是否代表着当年九位最强决的高手要复苏? 讲到那个大时代,九道一新潮澎湃,热血激荡,那些熟悉的面孔,那些高歌慷慨赴死的强者,还能再现吗? 有些离去的人,他们注定要归来,九口天官内,究竟都是谁? 他心中不自禁就想到了那个大事中的绝顶人物,都格外的强大,甚至可以说要挟到不可思议地境界。 归来吧,所有的熟人,当年过去的前嫌,强者,先辈们,全部再现于此事,杀尽祭地,全灭诸世敌。 九道一清雨,到最后更是低吼了起来。 他知道,这不是梦,当年的有些人,有些绝世无匹的强者真的有可能会回来,是那位想让他们复生。 杀尽祭地,打破不祥源头,杀到上舱之上,一战解决所有。 九道一吼道,他觉得,这不是虚幻,当年的大事会在此时代再现,热血将洒落,占卜将在此阵天响起,他们横扫一切。 不远处,老谷被感染了,也跟着大喊,天下出风云出我辈。 一时间,许多人都心头俱阵,跟着共鸣,谁说诸天将灭,万界将不存。 既然当年那位留下了后手,还怕什么? 没错,此事,注定改变所有,青天一战,日坠心雨,又算得了什么? 打救世了,有老救急喝道,然后,吃了一生,长空被毛风撕裂,九道一纵深一跃,他进了那条轮回路中,他要去决开真相。 他想见到当年的那些人,即便这条路上有痴妹亡两,又能怎样,又算得了什么? 无人可阻,他迫切希望九大强者复苏,他直接消失,深入轮回,众人震撼,久久无声,这人当真很不简单,就这么去闯轮回了。 只有一个人没有沉浸在这种气氛中,情绪游离在外,相当的心虚,恨不得立刻逃走。 这个人自然是老谷,他想说,老人凭你怎么就走了,我还在这里呢,真是坑死人不偿命的老妖物。 他真的害怕了,会不会被五疯子给打死。 果然,片刻后,所有人都回过神来,五疯子第一时间就看向了他,双目中神光战战,整个人恐怖其心弥漫,非常害人。 老五啊,五兄,一别多年,你风采更甚往昔,当真是风神若天地,其吞九万里,盖世无匹。 老谷在那里磕巴,那可真是皮笑肉不笑,发自真心的不自在,无法样出真正的笑,他在发毛。 这让所有人都无语,称呼这么快就变了。 早些还叫小五呢,怪龙听到后,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替他脸骚,何苦呢,再作死啊。 倒霉了吧,黄牙老者也看向老谷,一阵琢磨,这到底什么奇葩货色。 貌似还很有些来头,到底要不要直接拍死呢? 看到这个老家伙也忘了,老谷真要哭了,不得已又当了一回啃足,道,我大哥是犁他,我兄弟是楚风。 简一句是对五皇说的,在这里提醒,后一句则是在对来自大阴间的老者讲,告诉他是自家人,毕竟楚风与那个天纵女子夭夭的关系很深。 突然有人开口,无形中打破宁静,来自堕落先王族。 而且,这是一位很强大的堕落真仙,是这群人数一数二的强者,甚至都已经开始蜕变,要成为更高层次的生物了。 有些话说的对,天下风云出我辈,他在开口,看向所有人,道,这是一个大事,我等当自强,如果全都指望前人,还有什么出路,还有什么未来。 我等虽然只是真身愿景,不是昔日的我,有些虚幻,但也想尽一份力。 然后,他与几位堕落真仙短暂的相商,越向众人坦言,提了一个很惊人的想法。 谁能度化他们,也就是击破黑暗深渊,杀死他们堕落的真身,他们的愿景,他们向往美好的一面,就会彻底归顺,为命是从。 这让人倒吸冷气,这些真仙等要彻底投靠过来。 当然,杨坚的进化者得展现出此身足够强大的一面,要先降服堕落真仙。 我等的愿景,只是心中美好的执念,命并不长,只有凡人鱼时光阴,但这也足够了,此于生会追随你等共同赴死一战。 堕落真仙启示,愿意抛下一切,任黑暗真身陨落,他们与杨坚强者共同征战。 在两届战场众人情绪激荡时,数十周外的一片洪荒大山中,楚风也在低喉与牢骨相同的话。 天下风云出我辈,找个地方,等我完美计划归来,将你们都打出死字来。 什么轮回狩猎者,什么园族的人,什么际地的生物,全部都打死,楚风带着怨念,他再也不想逃,要让种子发芽,使自身逊猛强大起来。 第1534章花粉鹿最强者十罐中,有一株子褐色的小树,不过巴掌高,并咽咽,月片都搭拉了下来,顶端有一朵半碧盒的花蕾。 上一次,大能级的意图不够,楚风被迫中断进化,险些出意外,现在他再续前路。 没什么可犹豫的,他直接就先准备好了八份吸针而特殊的土质,如果不够,还可以再加。 这就是进化资源积累充裕的结果,他手中有大量混元及土质,根本不在乎消耗,只要能进化,一切付出都值得。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上一次萎靡下去的小树,眼下剧烈在生长,瞬间拔跌而起,不再暗淡与发粘。 轰蒙一生,竟然伴着雷鸣声,伴着混沌物,仿佛是一株世界树,在开天辟地,演绎太初之景象。 所有叶片都在翻动,紫气鸟鸟,混沌大物蒸腾,世界之初的景象显照出来,大道交织,秩序生长,第一缕光流转,赐予万物生机,第一道声音绽放,叫化万灵。 这几期特殊,让楚风都有点发猛,和上次不一样,小树拔跌而起,二次生长,复苏后居然大不相同。 他以为这次树体生长,花朵不过重战而已,结果,景象却是比上次惊人太多了。 他仔细观察,尽管那开天辟地般的景象很朦胧,并非真正发生,但是,依旧带给他极大的触动,让他顿悟。 轰漏,那些想不通的法,以及不能再前进的路,现在居然被他捕捉到契机,参悟出很多。 他的口鼻尖,白雾尽出,那是先天之精,在他运转到引呼吸法后,同这开天辟地般的小树世界交换气息。 一时间,楚风周身都朦胧了,被树体的子物包括,被混沌覆盖。 他像是回归到了万物出生的时代,看到了第一缕光,聆听到了第一缕音,又被那开天时代的第一缕道文在身体构建特殊的图案。 楚风在突破,真正向着恒尊领域中前行。 天尊这个境界,大自被已然高高尚,而入恒字领域后则可俯视苍穹,超脱在外,甚至可以说避逆古金珠雄。 恒自己的生物,真的不多,最起码在杨坚当世这代生灵中,楚风还没有见到活着的恒尊。 啊,楚风一声咆哮,声音沉闷,像是受伤的野兽被无数感长矛刺穿,被钉在囚笼中。 他真的满身是血,通体都是血窟窿,剧痛难忍。 这是不错觉,而是真实发生的事,他从头到脚都是伤口。 可以看到,在虚空中,无数的兵器,从秩序之刀到腐朽的长矛,全都对着他,将他刺穿,割裂。 楚风眼窝中都在淌雪,一行血泪挂满脸颊,他很痛,也很迷茫,即将突破,马上就要成为恒天尊,怎么会被阻。 而且,这种死结是如此的突兀,根本就没有给人反应的时间。 连他的火眼金睛都被钉穿,这种痛楚常人难以忍受,但是,他却一声闷哼,双头流淌符纹,逼出两根长矛。 足我进化路,灭我大道,楚风低吼,虽双目被穿透,遭受重创,可是却依旧能够感受到周围的一切。 此时,无边的黑暗,像是将整片世界都染成了黑色,这暗时刻到来,将天地万物都淹没了。 他的体表上,那些兵器不是虚幻,而是如此真实,那是不祥的本质,亦或是某种至高能量的源头。 天地寂静,只有楚风自身散发虚弱的光,整片山林,整片苍莽山脉都被大雾遮盖,日月无光,天地失色。 并且,楚风聆听到了丧钟声,在为他而鸣。 他的身体开始腐烂了,全面恶化,从身上的伤口那里开始,蔓延像四肢百骸,又侵蚀进灵魂深处。 从来没有一刻,他会这么的危险,陷入绝境中。 真正腐烂,全面腐朽,多数是从大雨季才开始。 可是,他过早的异化了,自上次就出现了,而今天更加严重数倍不止,这是非常可怕的恶变。 当,悠悠一声中想,这不是错觉,而是真正有一口黑色的大钟在时光镜头浮现,对着楚风震动了一下。 一刹那,他满身都是黑色符纹,到处都是腐烂的气息,密密麻麻的诡异纹路遍布全身的伤口处。 这是怎么了,他在进化,即将蜕变时,被这样的莫测之力阻击,像是不祥,又像是根植于大道源头的天生压制。 没错,楚风认为,整条进化路出了大问题,其根本原因似乎与大道源头有关,整条路都被侵蚀了。 我要复苏,向生命更高层次跃迁,他滴吼,满脸都是血水,是从双目中流淌出来的,可是,身上的伤口也越发的可怖,黑色纹路交织成兵器,插满他的全身。 腐烂更加恶化,他整个人都要命归皇权了。 我是不死的,怎么可能会在进化路上倒下? 楚风低吼,全身都在绽放光辉,要驱逐那些神秘而可怕的纹络,运转呼吸法,全面吸力自身血与魂。 同时他长生而起,从头到脚明刻金色文字,这是源自石棺上的特殊古文。 紫褐色的小树窑洞,已经生长到六丈高,叶片翻动,宛若精卷在翻篇,并真的传出让人静心凝神的宋经声。 树体顶端,那朵洁白的花朵重新绽放,并洒落下白雾般的花粉,将楚风淹没。 我要蜕变,我要变强,空的一声,楚风周身澎湃,释放出不灭之力,从头到脚金色文字若永恒之光,将他包裹,融进他的血液中,流淌向全身各处,对他进化。 然而,不得不说,这一次恶变极其可怕,他满身都是伤口,依旧带着腐朽的气息,并未能全部抹除。 咔嚓,楚风身体像是有一条铁链崩断了,他血肉中的能量像是火山喷发,再次身腐烂时,他的实力居然恐怖地暴涨一大截。 恒尊,此时此刻,楚风成为天尊领域中的恒自备,杨坚古来难得一见,纵然是诸天史书中都没有几人。 最起码正始终如此,被技术的生物术的过来。 楚风眸子硕硕生辉,流血的眼窝在玉盒,周身金光如铺,刺头上虚空中倾泻,覆盖每一寸血肉。 目前他是单恒尊果卫,这一次到果并没有同时进阶,不过他不急,今天注定要双到果全部升华才可。 但有一点不妥,他身上的伤口还在,腐烂并未根除,哪怕蛻变了,成为恒尊,可恶变也还在演变中。 并且,这个时候,当了一声轰鸣,时光尽头,大道本源深处,一口黑色的桑中在响。 他周身晶莹的部位也开始军裂,并且要全面腐朽了。 这是来自大道根源的知名遗迹吗? 楚风不寒而栗,总觉得今天触及了什么禁忌领域,极其的非同寻常。 他欲发觉得,这条路的问题很严重,在那源头有状况,并不为后人所知。 或许,这就是前路断了,导致无疑人可以跨过去并成就至高果位的根由。 这当中必然有无边凶险,有极致恐怖,楚风生开手,一片漆黑,完全干裂了。 原本他进阶了,正在蛻变,可是现在满身都发黑,走向摔袖,血肉亏烂了大片。 与刚才的特殊恶变经历有关,此外,我积电终究是还不够深,现在开始反噬。 楚风轻语,他没有慌乱,以超脱的心态审视自身,对于这种现象,他早就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毕竟,在周西家族的祖殿,他曾检验,看一看还能否再迅速进化。 结果,当时他映照出的景象很圣人,周族的老怪物明确告诉他,不能再冒险,需要让自身冷却数千年到一万年。 再加上今天的恶变过于非同寻常,导致了他现在遭受大劫。 他没的选择,怎么可能限制自身一万年,现阶段猪食都要灭了,他只争朝夕,哪怕行鲜也要蜕变。 此时,大能集的土质足够多,完全能支撑这猪子褐色的大树生长,整株树体都散发紫气,充满道运。 开天辟地的气息弥漫,花瓣全部绽放,渐渐倾泻完所有的花粉,让楚风另一道国也到了关键的地步。 着实很可惜,花粉的药效似乎也不能完全减缓楚风的衰竭变化,这严重影响到了的进化。 原本花粉足以令他生命升华,成就双横尊果位,可是恶变太特殊,突兀来袭,他被阻击了。 人终极是要靠自己,楚风轻语,在这种最危险,性命不保的境地中,他尽量让自己冷静,没有失去分寸。 抬手间,他的血肉成块成块地脱落,那是被腐朽的气息磨灭的,还有骨头居然都疏松了,失去光泽。 他紧心,悟道,将一生所接触的进化法都演绎了一遍,让自身渐渐空明,哪怕下一刻腐朽,也不去管。 楚风确定,道引呼吸法终究是根基,抛弃一切,追本溯源,既然是花粉鹿,相对应的呼吸法就是根,他在推演,进行弃合自身的吐纳,呼吸,魂光共振。 事实上,这个时候他连魂光都在被侵蚀,也如同肉质般,仿佛渐渐腐烂掉了。 无喜无忧,他在此盘坐树下,呼吸莫名的精气,宛若来到了开天辟地前,一切都归于太初,回归起源。 在这里他能够看清净化鹿,楚风的确在雾,与神秘道圆交龙。 漫天的栗子扬起,像是黑暗中的无数烛火,又像是夕阳中的无数蒲公英飞舞,到处都是花粉鹿的种子。 那是灵,是最根源的物质,也有人认为,这是前弦英明化成的栗子,不管怎样,这是花粉鹿的道基,属于最本质的东西,曾冲进上仓之上,又没落回归故里。 现在,楚风盘坐紫褐色的大树下,他在追溯,他要弄清楚这条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既然他可以进入到这一特殊的场景,或许说是奇异的领域中,他这次要走下去,看清这条路的某些本质。 上一次,他就曾接触过,还曾带动老谷悟道,看到了这条路。 这也进一步导致,后来老谷自身突破大能石,成就了大婚圆果位。 满天都是灵,无数的烛火摇曳,照亮黑暗,一条模糊的路浮现,楚风逆身在上,他向前走去。 时光像是静止了,感受不到他的流逝,楚风独自上路,两边是无尽的深枯,若是跌下去,会形神俱灭。 这样的路,横根深枯尖,充满了尖险。 他抬头时,亦再次看到镜头的景象,断路,黑色听见横根,挡住了一切。 终有一天,我要成为花粉路最强者,他心有誓言,渐渐空明,热血肉枯竭,文光暗淡,始终保持着宁静。 无数的灵,在漫天飞舞,渐渐汇聚过来,扑就在他的脚下,构建出灿灿的道纹,让他加快前行。 此外,大面积的灵乐发的绚丽,呼啸着,如光雨搬向着他的身体扑去,滋养齐驱。 腐朽赞被止住,但并未根除,不知多久,感受不到时光的消逝,像是才一瞬间而已。 可仔细去体会,又像是数千年过去了,沧海桑田,人间百事,楚风在路上经历了很多,走走停停,真切感悟,一丝存了很多,他的呼吸法都略微调整了数次。 咔嚓,他体内传出断裂的声响,一道禁锢,一条大道链被扯断了,他莫得抬手,已经成就双横尊果位。 强大的力量汹涌,楚风真切感受到了自身实力的提升,但是,他却没有露出喜色,因为身体上依旧有黑色的纹落,早先被冻穿的血窟窿依旧,那些伤口还在,不曾好转。 并且,他在这条模糊的路上后,他又一次听到了丧钟声,我不信磨灭不了你,我要踏出最强路,楚风低雨,并不相信恶变斩不尽,跟除不了。 同时,他隐约间感受到了这路源头的大问题,那里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不好异常事物导致了这一切。 楚风在模糊的路上前行,眺望,双目中射出的射人的光束,完全成为特殊的符纹,洞穿了大雾。 天欠,路的尽头,有恐怖景象显照,那是亿万年的旧事吗?关乎上舱之上,那就是真相吗?那是什么?花粉路的最强者吗?这条路断了,其源头果然出了大问题,本质在那里浮现,照出当初的景象。 第1535章从你的世界消失我看到了什么?那是真相吗? 楚风灵魂悸动,他的身与心都在轻颤。对岸,有一个生物,他真切地看到了,绝非错觉。 可是,现在他眼睛剧痛,难以忍受那种腐蚀,无法持续再盯着看,眼球再被莫名物质撕裂。 路到尽头,未见永恒,有凋零的强者。 楚风像是在梦翼,努力想记住刚才看到的一切,很模糊,很朦朦的画面,但确实无比的重要。 他知道,这关乎着花粉路的未来,不能遗忘。 可是,任他拥有了双横尊果位,他的记忆也在消散,并要炸开了,很难想象这涉及到了怎样的领域。 为什么,他脑中进一片空白,他很迷惘,连看一眼都会被针对,已被诅咒了吗? 他像是要失去自我,不光是记忆,连自身的存在都不能保证了,连他自己都要随着那段记忆消散了。 不,楚风我全低吼,怎会如此,那到底是什么? 花粉路出了变故,问题就在尽头那里。 他看到了部分真相,可是他却被反噬了,记不住那里的一切。 可以看到,楚风的身体都虚淡了,与他所看到的一样,很不真切,很朦朦,要在时光中散掉。 他肉身模糊,将不复存在,这是何其可怕的事件。 就像是他从来没有出现过一般,这个世上仿佛从来都没有他这个人。 这一切太恐怖了,简直是无法想象,便是真仙中的绝顶强者,以及走到腐烂尽头的大雨及生物来到这里,见到这一景况后也要惊悚,恐惧,转身逃离。 不然的话,连那种极数的生灵也难以摆脱,会归于朦胧,虚气,分崩离析在这天地中。 生死之际,生存艰难的最后关头,楚风想到一个人,九到一口中的那位。 关于那个人,连有人提及姓名,他在所有人的记忆中都见模糊下去了,逐年消散,像是从未出现过。 而眼前,路的尽头,也有一个生物,导致楚风记忆磨灭,脑中空白,连身体都模糊了,整个人都将消散。 这是同类生物吗? 楚风见到了这种极数的生灵,更因为正在亲身面对,所以问题更严重。 他要死去了,这种死法很可悲,算是永迹,连存在过往的痕迹都被抹除。 甚至,连认识与熟悉他的人,都会将他遗忘。 这太可悲了,无比的凄凉,他像是从来没有来到过这个世上,从所有人的记忆中消失,抹去。 纵死,亦无人知,很难想象,他今天到底面对了怎样的一个存在。 于此之际,世界各地,许多人的脑海中关于楚风的身影果然在虚弹,不断消散,即将就此不见了。 这是一种非常慎人的变化,关于一段记忆,关于一个人,居然要凭空消失,从此成为空白。 如果了解真相,跳出这个怪圈去审视,去观这种异变,谁不害怕。 即便是堕落真仙也要为织毛骨悚然,简然,有人感受到这种可怖的变化,比如,与楚风有密切关系的人,第一时间觉察到不妥。 亚仙族,一头银色长发垂到腰际的硬小小,银白面孔上略带迷茫,喃喃着,奇怪,我这是怎么了? 心中空空落落,像是被斩掉了无比重要的东西,很难受,想抓却抓不住,我好像丢失了什么。 吼,一荒虎足的一地,东大虎一声咆哮,捂着头,眼角都要蹬裂了,喘着粗气,嘶吼,发生了什么? 我的记忆断层了,有一段岁月,有一段非常重要的精力塌陷,竟连贯不起来。 两届战场,周西面色苍白,他欲感到了什么,内心强烈的不安。 楚风,是你吗?你怎么了?我感觉你要消失了,从我的记忆中断去,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正在想楚风的事,不久前他刚离去,所以他还有些印象,但是,却也要被抹除了,他惶恐与害怕。 你怎么了?为什么要从我的世界中消失?你发生?意外了吗? 周西落泪,他来自阳间第六家族,所知道的远比常人多,自然听闻过那位的情况。 而现在,楚风居然连人都要从他的记忆中消失了,一定遭遇了难以想象的事。 不,他不安,恐惧,可是刹那间,他就发现自己什么都没有印象了,连口中刚喊过的名字也是如此的陌生。 我丢失了无比重要的东西,好心痛,我想不起来了。 周西哭泣,他自责,揪心与忧虑,为之而恐惧。 那是一个人,我记不得他了,你。 快回来,他哭着呼唤,在场的人,有许多比他实力强大的人,也都露出金融,因为他们亦被波及,被影响到了。 越是实力强大的声明,所能坚持的时间越长一些,尽管区别不大,但现在他们还有些印象。 比如老谷,还有他的老对头,大会员层次的民宿周伯,全都心惊赞战,他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心中在放空。 楚风,你怎么模糊了,要从我的脑海中消散。 老谷发毛,脸色煞白,周伯更是面色骤变,他不知道什么情况,自己老到糊涂了吗? 有那样一个人,为何要从心中消失? 楚风,从我的记忆中渐渐暗淡,从此不见,昔日的秦洛英,今天的青英,站在一座山峰上,他很不解,也有些怅然,伸手在空中划过,一片虚无。 怪龙依脸迷茫,很恐惧,他觉得自己人生的一段经历被斩断了,不知道是该庆幸解脱了,还是该黯然长叹。 楚风是谁,不过片刻间,老谷也迷惘了,不记得楚风有什么样的身份与来历,连这个名字都是陌生的。 你是在说楚风,周西悲伤,他知道自己好像忘记了一个人,但是却不知道他是谁了,现在听到老谷低语,他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努力想一起,可是,他却做不到,他的修为差得太远了。 我不想放弃你,我要将你记起,出现在我的世界。 周西抽烟,晶莹的泪珠不断从雪白的脸颊上滑落。 纵然是五蜂子都露出异色,颇感意外,俯视某一片虚空。 有意思,小阴间的那个人,一直有耳闻,现在竟模糊下去,将随风消散,他遇到了什么? 难道是那位留下的经文,重气,被他触动后难以承受? 自身要如传说那般,不复存在,这是怎样的一种体验? 五蜂子私存,连他的记忆都模糊了,有关那个人的讯息将从他心中溃散干净。 他知道这意为什么,那个人要死了,而且,若无意外,那个人将涌迹,所有痕迹都被抹灭干净。 他曾听到过这种传说,毕竟,五蜂子所经历的岁月极其久远,接触到过不可言说的密室不算少。 楚风,是你吗? 腰腰扬起头,洁白的下巴微向上,看起来有些倔强。 他一向很自信,早年就被誉为星空下第一,再加上滋容绝世,在世人眼中,可谓是风华绝代。 可是现在,他却露出幽色,不能从容自若了,他伸出白蜥而鲜秀的手指,触摸虚空。 他看到的与别人不一样,他竟能与楚风一般,见到灵。 他看到如同烛火般飘摇的发光栗子,大片的飞起,明面不定。 在那些灵中,他仿佛看到了楚风的面旁,由灵粒子组成,正在远去,踏上一条不归路。 三地数归一,英灵照古今,夭夭迅速低营,并且舒展身体,偶避划过虚空,且双足踏出奇异的轨迹。 他像是在进行一种古老的祭祀,又像是在结印,施展失传已久的秘术。 这很奇异,也很古怪,他的严咒与祭舞合一,居然让空间剧烈震荡,令光阴碎片狂乱飞舞,时空共鸣,像是在接引什么。 地际,这一刻,与黄吃惊,瞬间动容,他怀疑看错了。 那个女子,居然懂这种失传的祭舞,他要做什么,难道还想召唤出一位真正的天地不成? 在夭夭的眼中,看到的与常人不同,模糊的景象,凌如发光的蒲公英在黑夜凋谢,飘零,远去,他想沟通。 主风的身体在虚弹,甚至部分瓦解,开始化光,化烛火,化为栗子,他越发的虚无缥缈。 整个人看起来都不真实了,只是一道朦胧的身影。 他的身与魂都在悸动,怎能如此? 我只是看到部分景象,就要消散了,他不甘心,许多心愿未了,还有太多的人等着去重逢,去相见,要将转世的他们都找到,可是现在他自己却要先一步死去了。 我究竟看到了什么,模糊的画面浮现,花粉路的尽头那里,有一个强者,虽然很朦胧,但绝对是人形的,是那个生灵影响到了这一切。 楚风努力回想,他想死的明白,花粉路的尽头,那个生灵似乎死去了,横在路上,倒在那里。 长发遮面,满身是血,楚风腻语,他回想到了这些画面。 这个生灵不是有意害他,而是太强大了,自身的存在就影响到了整条花粉进化路的持续与稳定。 是他吗,九号口中的那位,在心中没有彻底放空,还有残存就一时,楚风刹那想到这些,难道花粉路的源头,最强大的生灵静与九道一所说的那位是同一个人。 不然,何以有相似的本质,他稍微接近,记忆便要消散,连带肉身都如此。 可是,时代对不上,岁月不相符,两者不是同一季的生灵。 也许,有路可循,有道可走,既然那位不属于一部古史,那,或许真有可能是同一人。 我在接近真相吗?我在消散,我要朝他而去。 楚风觉得,自己要死了,要瓦解了,肉身如烟如霧,他在接近前方的天谦,这是不归路。 但是,他也有种错觉,像是一种仪式,要回归了。 乍世间,他听到了一些声音,那是,尖明的祭祀音,是某种呼唤吗? 他要回饿了,将死去了,很快要分崩离析,但是,在这刹那间,像是有刺目的灵光划过,他有些明悟。 此,不是最终的归宿,这才是开始吗? 他仿佛看到金戈铁马,听到喊沙震天,死后去征战。 一时间,他有些迷惘,他这是要去哪里? 第1536章贯穿时空长河的雪鲜明的祭祀音,正从那位之地传来,虽然很幽远,甚至若断若絮,但是却给人弘大与苍凉之感。 那是史前的呼唤吗? 不,或许更为久远,极近古老,不知道属于哪一纪元,那是鲜明的祈祷,一万生灵的悲壮呐喊。 渐渐的,他听到了喊沙震天,而他正在临近那的世界。 他在的前方,仿佛正有无数强者交手,甚至能够感觉到那割裂天地的刚风,呼啸而过。 就在附近,一场旷式大战正在上演,楚风想见证,想要参与,可是眼睛却捕捉不到那些生灵,但是,而盼的杀声却越发激烈了。 恍惚间,金戈铁马,遍地烽火,见其猎猪戒。 楚风觉得,自己正置身于一片最为激烈与可怕的战场中,可是为什么,他看不到任何景物。 他严重怀疑,就在不远处,就在这里,天上地下,针鲜如云,神将如雨,血染苍穹,杀得异常惨烈。 他的身体在微颤,难以抑制,想为鲜明出战,因为,他真切地听到了祷告声,呼唤声,非常迫切,形势很危急。 可是,他看不到,努力睁开火眼金睛,可没有用,模糊将要散的金色瞳孔中,只有血流淌出来,什么都见不到。 刺杀声,还有祷告声,分明就像是在身边,那些声音越来越清晰,他仿佛正站在一片宏大的战场间,可就是见不到。 这是怎么了,他有些怀疑,难道自己形体将要消散,所以懵懂幻听了吗? 楚风很焦急,忧心如焚,他想闯入那个朦胧的世界,为什么融入不进去? 我这是怎么了?急躁间,他忽然记起,自己正在魂光话语,连肉身都在朦胧,要消散了。 我将死未死,所以,还没有真正进入那个世界,只是听到而已。 一刹那,他如冷水泼头,他要死去了。 部分记忆浮现,但也有一部分模糊了,根本记不清了。 我是谁,这是要到哪里去? 楚风让自己冷静,然后,终于回思到了不少东西,他在进化,踏上了花粉真路,然后,见证了尽头的生物。 而后,他的记忆就模糊了,连肉身都要溃散,他在接近最后的真相。 楚风低头,看向自己的双手,又看向身体,果然越发的模糊,如烟,若雾,处在最后消散的边缘,光粒子不断腾起。 我要死了,要去另外一个世界征战了,碰的一声,他倒下去了,身体撑不住了,两天栽倒在地上,形体暗淡,无数的粒子蒸发了出来。 楚风意识不清,有无尽的迷惘,他发现自己飘起,确切地说,无数的光点从身体中弥漫出。 这是他的灵的状态吗?就像是在花粉真路上,他见到了那些灵,像是无数的烛火摇曳,像是在黑暗中发光的蒲公英飘散,他也成为这种形态了吗? 他向后看去,肉身倒在那里,很短的时间,便要全面腐烂了,有些地方骨头都露出来了。 我真的死去了,可是,他还是没有能溶进死后的世界,听到了喊沙声,却依旧没有见到挣扎的先鸣,也没有看到敌人。 很快,楚风发现一场,他画大片的例子,也就是灵,正包裹着一个石棺,是他保住了他没有彻底散开。 现在,他是灵的状态,但依旧是人形。 我是谁,我是楚风,我要记住所有,我要找到花粉路的真相,我要走向尽头那里。 可是,他保持在这种特殊的状态中,不能后退活过来,也不能前进到死后的世界中。 所以,他回首时,能够看到自己在腐烂模糊下去的身体,向前眺望时,却只有声音,没有警雾。 这是真正的进退不得。 不过,当一声恐怖的光束绽放后,打破了一切,彻底改变他这种诡异无解的处境。 他眼前像是有一张窗帘纸被撕开了,见到光,见到警雾,见到真相。 那是花粉路尽头,只是,那里太刺目了,有无量光发出,让灵状态的他也受不了,难以指示。 在可怕的光束间,有雪溅出来,导致整片天地,甚至是连时光都要溃烂了,一切都要走向终点。 他才看到一角景象而已,世上所有变都又要结束了。 然后,楚风发觉,时空不稳,再破裂,诸天坠落,彻底地死去。 花粉路那里,问题太严重了,是火源的起点,那里出了大问题,所以导致各种惊变。 即便有时惯在身边,他发现自己也出现可怕的变化,连光粒子都在暗淡,都在压缩,他彻底要消亡了吗? 他要进入死后的世界,可是,人死去后,花粉路真的还素有一个特殊的世界吗? 很快,他变成了一滴血,七燕的红,时冠相伴在盼。 我是谁,在经历什么,亦或是,他在见证什么,功龙,突然,一生俱阵,古今未来都在共鸣,都在轻颤,原本死去的诸天万界,世间与世外,都凝固了。 楚风发现,自己与时冠都在跟着震颤。 接着,他看到了无数的世界,时空不再毁灭,定格了,只有一个生灵的血液,化成一粒又一粒晶莹的光点,贯穿了万古时空。 甚至,那个生灵的血,涌向花粉路的尽头,阻挡住了货源的蔓延。 花粉路出了大问题,起源处那里曾有真雪溅起,绝不是好现象。 而现在,另有一个生灵绽放雪光,稳固了这一切,阻挡住花粉路尽头的大祸的继续蔓延。 朦朦间,楚风仿佛见到了一个人,很远,很暗淡,无法看到真容,他心中灵光一现,那是。 九号口中的那位,第一山曾踢出过一道剑光,眼下的血与那剑光气息一致。 楚风很肯定,那位的血,曾经贯穿万古,然后,不知是有益,还是无意间,挡住了花粉路尽头的祸患,使之没有汹涌而出。 此时,楚风连带记忆都复苏了许多,想到不少事。 难怪路的尽头哪个生物会让我记忆消失,肉身也要不留痕迹地抹出,这种极数的存在根本无法想象。 楚风新潮澎湃,见证了历史吗? 花粉路尽头的生灵与九到一口中的那位果然是同一个极数的至高强者,只是花粉路的生灵出了意外,可能死去了。 我是一滴血,在这万古时空中漂浮,间接参与,见证,与他们有关吗? 楚风怀疑,他听到祷告,如同某种仪式般,才进入这种状态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难道,他与那只高强者有关? 不,他确信,只是看到了,见证了一脚真相,并不是他们。 我的血,与他们的不一样,与他们无关。 楚风自语,然后他看向身边的石灌,自身为血,附着在上,是石灌带他见证了这一切。 花粉路太危险了,尽头出了无边恐怖的事件,出了意外,而九到一口中的那位,在自身修行的过程中,似乎无意识挡住了这一切。 甚至,在楚风记忆复苏时,刹那的灵光闪过,他隐约间抓住了什么,那位究竟什么状态,在何方? 他似乎有了某种不成熟的猜测,第1537章死后的世界他不在了,可是,诸事似乎又与他有关。 楚风越发怀疑,当才心中的猜想,有那么几分可能为真。 但他不想猜测下去了,涉及了太多的东西,而这里不安全,他担心念头会触动什么。 可惜,他终究不是那位,不然的话,现在就横推过去,赶到花粉真路的尽头,看得真切与明白。 哦,贯穿时空的所有血液都发光,璀璨无比,然后蒸腾,远去,消失了。 并不是没有什么变化,带来了巨大影响,花粉路的大破坏,毁灭能量等,都被消磨了,诸事再次稳固。 楚风发现,他有一滴血重新回归,化成了灵,成为一片绚丽的栗子,组成人形,包裹着石灌。 同时,他发现自己离肉身越来越远,灵正在进入奇异的空间,那是死后的事件吗? 无数的喊杀声再次出现在耳畔,响彻天地间。 空谋,最后一声剧震,楚风彻底失去对模糊肉身的感应,他进入到一片崭新的天地中。 只是路途有些涨,当他彻底深入后,厮杀竟已停止了,所有真耳欲聋的喊杀声都远去。 寂静,冷庸,连有一点声音,太突兀了。 这种转变很突然,快得让人无所适从,刚才还在喊杀冲销,而当楚风真正进入这个世界后,所有声音都消失了。 他看到了景物,诸天万玉,一片七雁的红,像是无边无尽的火烧云,最后的夕阳残留。 眼前所见,像是凝固的画面,寂静无比,连一丝声息都没有。 大地上,一片末日后的景象,这里是历史遗留下的宏大战场吗? 早先的杀声,还有鲜明的祈祷音,都早已尘封,连去,彻底消散。 大地上,各种生锈的兵器,还有尸骨,到处都是。 他来晚了,一切都结束了,在他的感觉中,似乎不过片刻间,可这里却已经是沧海桑田,不知道多少时代沉浮过去。 许多战车破裂,有鬼火在焚烧,一杆又一杆大气倒在地上,染着乌血,偶尔扬起一脚,顿时尘埃弥漫。 干枯的尸体都是什么极数的,有大雨及生灵吗? 尸体横七竖八,是否有真仙以及仙王,甚至仙中帝者? 诸天死祭,像是彻底凋零了,天地没有生机,什么都被打穿了,没有谁可以不灭。 高高在上的存在意清他,坠落,已暗淡,勇气。 楚风抬头,看向战场深处,他再次见到了花粉鹿尽头的景象,这次记忆暂时没有崩开,他记住了一幅画面。 那里,有人,那个生灵在淌雪,他努力观看,即便是粒子状态,是灵,他也被影响了,不住倒退,连食罐都在轰鸣,与其共振不已。 路径,见真相,那里的生灵长发披肩,遮住了容颜,紧向雪白鲜秀,倒在地上,但是,可以判断出,那是一个女子。 而且,那女人似乎无比的美丽动人,光,楚风没有办法正视了,只能如此匆匆一瞥,自身的灵又一次僵崩。 光粒子全部附着在石冠上,他不成人形了,而后更是坠落在地上。 这里再次寂静,至于花粉鹿尽头,那个地方也腾起大片的栗子,像是一火虫飞舞,又像是发光的花瓣在飘舞,晶莹美丽。 他们遮盖住了那个女子的形体,至于更多的真相,自始至终都无法见到,并且,在楚风的周围,在这片死寂的战场中,也有了动静,不再死气沉沉。 战场的泥土中,甚至尘埃中,飘起大量的光点,很晶莹,像是深夜繁星,又似黑色幕布上的宝石,意义生辉。 楚风发毛,有些惊悚感,因为,一瞬间,他看到了太多的人,正从远方而来,都是强者。 不是虚幻,不是错觉,就在远处,快速到了附近,甚至有些人突兀到了眼前。 他心中震撼,很快有些明白,他们是什么,光粒子飘起,若神花凋零,落下,街土占成细之光,无比的绚烂,在昏暗的战场上摇落,突然间,又变成人形。 他们都是灵吗?楚风看到了太多的强者,疑似都是灵,一群人,穿着古朴,很难猜测是什么年代的人,也许是数百万年前的先民,也许是一万载岁月前的古人。 他们游落亡魂,又死尸魁,从他的身边走过,游荡着,向着花粉路尽头而去,要去远方,去那个倒在雪坡中的女子所在的地方。 而在女子的前方,有一条天芡,大量的鲜明镜无声地落在当中,就此消失,连朵浪花都返不出。 是花粉栗子所化吗?他们都是当年的英灵。 这是在做什么,飞蛾扑火,明知必死,也要前往,大量的光点出现,很绚烂,也很美丽。 楚风看着满天的光粒子,在黑暗中飘摇,前赴后继,向着天芡而去。 他们化成了鲜明,化成了古人,众人徒步前行,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没有任何表情,形体枯搞,他们不止步,要填满那黑色的天芡芒。 楚风的灵在灿力,在这种状态下,虽然没有双目,但他却感觉双眼不为发热,像是在躺雪,又像是在躺泪。 他忍不住,要跟随过去,突然,有几个特殊的老者驻足,止步,回头看向楚风,像是贯穿时空,看到了他真正的来历。 你和我们不太一样,还是回去吧,一位老人开口,破衣乱挂,状态很不好。 你,还有意识,能看清我的一切,楚风震惊,我们是失败者,但,我们也不想放弃最后的余热,灵还在沸腾,去震路尽头的大祸患。 又一位老人开口,枯草般稀疏的发丝没有一点光泽。 楚风怎能不震撼,他们现在是灵,应该懵懂了,滚饿了,可是现在,却能回首,能看到他的真正跟脚。 这几个憔悴的老人,当年的多么的强大。 路不要走偏,花粉路,最强路,本质是靠自己。 一个老人提醒,眼神黯淡,白发带着雪黏在苍老的脸上。 楚风心神一阵,在同情他们的同时,也迅速请教,道,我的路偏了吗? 我们的真路,开启与触动的是我们体内的藏,激活的是自己身体的仙,是我们自己。 装目暗淡的老人在此开口,又道,只因这天地间污染太厉害,敌人侵蚀的过分严重,我们不得已采用触媒,引入花粉,才闯出这样的一条路。 但千万不要本末倒置,不要迷信花粉,异果,这只是我们通向至高境界的过程,手段,铺出的过度的路。 如果没有污染,我们自己就能激活自身的仙,我们走的是最强路。 楚风被震撼了,意外的相遇,静零听到这样的教导,让他心神俱正不已。 这绝对是花粉路的前嫌,当年的肃老,甚至曾参与拓路。 他们很憔悴,让人同情,觉得凄凉可怜,但是,他们都成为不可想象的绝世强者。 也不要舍弃花粉,天地污浊厚,毕竟是他带来了希望,我们只是提醒你,不要过分地倚仗,路不要走偏,便可以用花粉。 又一位老人告诫,他们稍微驻足,便又要前行,走向黑色天窃。 楚风快速跟上,有太多的话想说,想问他们。 回去,一个老人低喝,前辈,我还想请教。 楚风快速说道,另一位老人很凄凉地开口,道,你以为我们不愿多说吗? 你我隔着多少个时代? 我们这样开口,已经付出无边的代价,有几人可以隔着很多个纪元对话,交流。 为人可以改变历史走向,不然诸实轻浮,什么都不存在了。 突然,有一位老人注意他的实惯,这件器物有天物自会之能,在几位如此绝世强大的老者的眼皮子底下都消失了片刻,现在才被发现。 这个祭祀器皿,还在啊,在我们的时代就丢失很长岁月了,他曾承载着我们的光明,希望,当时是他带来了种子。 带来了花粉,现在,还有用吗? 亿万仔过去,不知道多少个纪元流逝,他或许会通灵,亦或者他本身就有天大的来头。 一直有灵,只是我们失去,错过,当初没有解析出。 一位老者怅然,怀念,痛苦,神色无比复杂,这里有我们就行了,你不要将自己搭进去,回去。 我们几人共同出力,送你走,几个特殊的老者要出手,他们不惜承受无边带因果,干扰古今。 简然,他们想保住处风,突然,一人醒悟,道,你来到这里,并没有懵懂,意识还在,自有道理,不用我们相助。 好,好,好,你是我们的后人,证明我们的路还未彻底断去,我们的血脉不曾完全绝灭,还有人在。 你能来到这里不易,希望你回去后能走得通,走得更远,快离开。 第1538章之声扛下全部大因果回去。 几位老人催促,他们形体枯皎,发肆如枯萎的野草,苍老的面容十分憔悴。 几人看向楚风时,有稀奇,也有无力,更有汲取凄凉与悲壮,他们也要上路了,注定再也回不来。 就此一别,此生不见,楚风从他们暗淡的眼神中还看出一些东西,有憧憬,更有绝望,很矛盾,这是不看好未来吗? 充满了忧伤,他们到底见到了什么,绝望什么,为何这么消沉? 楚风警醒,若是将来缺少希望,那么他是否要亲身经历那些? 尽管明白,跨越了不知道多少个时代,相隔着很多个纪元,几位老人无法多谈,但楚风还是想开口。 几位前辈,临别前你们有什么建议吗?没什么建议,其实,万法向尽,殊途同归,至高境界都是相通的,真为不同而已。 对于走到那一领域的声明来说,各自怎么走都对,也许到头来会发现,一切都是那么的似曾相识,恍若昨日。 一位老者低语,目光暗淡,挥了挥手就要上路。 前辈,是不是不看好我的未来?楚风很敏感,总觉得他们的眼神中有怅然,情绪很低落。 如果在他身上看到希望,应该不止于此吧。 非自夸,我们几人真的很强,可还是死去了,成为了灵。 而你,也不错,但如果仅走到我们这一步,还是不够。 一位老人很沧桑地说道,这等于道出了很多问题,他们几人何其强大,很有可能便是花粉露的拓露人。 几位老人绝对横压过一段岁月,属于某纪元无敌的生物。 可他们还是死了,这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他们认为楚风天赋不错,不知是真的夸赞,还是在给他自信,说他以后也许能走到他们那一步。 然而,这并不够。 一位老人白发戴着雪黏在满是皱纹的脸上,像是看出他有疑问,道,你只是灵来了,若是肉身也走到这里,并能感触到我们,或许,未来就有了那么几缕希望。 肉身来到这里,楚风心中一灵,意识到了什么,可这何其艰难。 现在,他形体将散,或许都已经腐溃消失了,自然无法与他一起到达此地。 而且,这不是死后的事件吗?肉身也能来。 临由肉身而生,肉身若能步到此,自然会更有希望。 一位老人开口,楚风有些出神,对于有形肢体的探索,他自认为从未放下过,他一向无比重视,现在看没有犯大错。 有些点集,有些古册,记载着浑度数界,设肉身而去,而且很推崇,说肉身是躯壳,是一战,随时可换。 现在看来,有绝大的问题,几位老人不可能无敌放逝,既然点到了,那就关乎甚大。 自己知肉身诞生的灵,自然要自身来温养。 若是当作一战,当作客舍,认为可以随便离开躯壳,可舍,可换,短期也许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若是到了某种层次,以超脱的眼光看,或许那就是最严重的缺陷。 灵有肉身,楚风想到了太多,甚至,他认为肉身当中还有灵,扎根在那里,而所谓的根一直都还在,可滋养灵。 肉身是魂之根,哪怕到了至高层次,或许也有影响吧。 楚风试探着问道,几位老人看着他,并没有开口,最后再次上路了,每一个人都破一乱挂,一路远去,再也不会回来。 那条路,没有归途,让人同情,觉得可怜,他们必死,这时却甜天欠,注定无归。 花粉路的拖路者,竟落得这样的结局。 楚风在远处看着,目送他们远行,去接近那不可测的昏暗天欠。 无数的灵力子飞舞,化成人形,成为一对又一对的鲜民,全都衣衫蓝绿,让人体会到他们挣扎与抗争的艰难,凄凉无助。 甚至,在队伍中,还有许多很小的孩子,都穿着破烂的衣服,小脸脏兮兮,但眼神却那么纯净。 灵,当年的孩子,天赋出众的幼童,居然也在跟着上路,将自身投向黑色的天欠。 楚风无声,沉默着,静观即将发生的事。 大多数人,大多数的灵,进入天欠后,再次成为例子,然后无声地溶解了,消失了,真的连一朵水花都犯不出。 一切是如此的可怕,只有几个特殊的老人,他们闹出的动静格外大。 楚风献金这种状态下,其实没有双目,但是他却依旧能看到一切。 黑色的天欠中,爬出来了生物,因为,几位老人太强,闹出的动静极其惊人,在那里掀起黑色的浪涛,想要击溃天欠,横渡过去。 那生物是人吗?被惊动出来,动作太快了,而且撑得上至强,吞咽时光,肯是大道秩序。 他脸色苍白,宛若鬼,常年见不到阳光,与一个老人纠缠在一起,抱住旧药。 那位老人满身血迹,自身忽然焚烧,照亮了整片天欠,黑暗地带都通透起来,无数的粒子自他身上扩散,洗礼整片世界。 砰,那个生物大半截身体成灰,坠落下天欠深处。 但老人自己也成为灵粒子,永济,在此过程中,老人化成的光拜动无数的灵粒子起伏,震荡,而后冲击整片世界,连楚风这里也被淹没了。 这是,楚风痴心,他看出了不同,中围的灵粒子,被光束照射,全部具体而微地显照出来。 早先,他认为花粉针路上所有的灵粒子都是晶莹的,纯净的,可是现在却发现,竟有可怕纹落。 这事被侵蚀过,他以为只是人体被侵蚀,甚至魂光被污染,现在竟看到整条花粉针路上当年的那些灵粒子也都被腐蚀了。 在每一颗粒子上都有一点可怕的印记。 这让楚风通体冰凉,难怪这条路被认为有大问题。 这样的路,还怎么走下去,连所谓的真路都早就被侵蚀了。 不过,现在一些好的变化正在发生,那个老人焚烧,照亮了整片花粉路世界,他在洗礼,在净化所有的灵粒子。 随着他自身璀璨,而后又走向衰败暗淡,直至沉浸,楚风中围那些灵上的印记,那些特殊的纹落都被洗礼干净了。 那些灵粒子,真正如水晶般通透,纤尘不染,仔细看,再也没有斑点,抹除了纹落印记。 又一位老人动了,义无反顾,进入天窃,果然再次有生物爬出来,锁定了他。 这一次,楚风看得真切,老人太强大了。 他竟将各种大道链编织成衣,披着无尽的大道碎片,沐浴神环,脚下浮现时间长河,横渡了过去。 在其周围,是大千世界,是一片又一片老去的宇宙,更有无尽的道纹,以及浓郁的时光能量,他趟着时间长河而行,即便诸天都在腐朽,衰败下去。 他都无损。 可是,当天嵌中的生物爬出来后,依旧给他造成严重伤害。 那个生物有血肉,并非规则肢体,脸色相当的惨白,如同从那常年不见阳光的老坟中爬出来的鬼尸,嘴角流着黑血,他的动作太快,穿过时光河流,顿时让老人的右肩头消失。 老人肩部那里,灵血冲起,灵粒子散开。 奇理世界,最终,老人将那的生物击杀,但是,他自身一化成光,冲击整天花粉真路世界,来了一场最为神圣的进化,而自身则永迹。 此外,他绽放的光,铺成一条路,蔓延向天前深处,剩下的三位老人急速而行,踏着光粒子,冲向对岸。 有人在沿途交手,坠落,最后化成光,净化花粉真路,自身永远消失。 也有人成功了,砰,一位老人踏到对岸,没有任何选择,直接焚烧灵。 他这是要做什么,主风没有双目,但是却依旧感觉像是有瞳孔在收缩,内心巨震。 老人自身化光,化火,要焚烧那个女子吗? 那是花粉路的根子,尽投出了最为严重的问题,他要净化那女子。 无量灵火焚烧,让天地与虚空都在消失,归于虚迹。 主风看不清了,因为,他又一次险些化作一滴血液,附着在石棺上。 这件事很可怕,整条花粉真路有致命的问题,连源头都被污染了,这让后来者还怎么走? 要另外开辟道路,再踏出一条至高大道吗? 拓路,创法,走出完全不同的一条路,这。 可其艰难,主风身体冰凉,时至今日,他所有的进化,走锁的路都是错误的吗? 最前沿领域都出了大问题,他还能走下去吗? 然而,想另外踏出一条路,根本不现实。 突然,他想到老人的话,路的尽头,最后的领域,其实差不多。 诸徒同归,至高领域是相通的。 甚至,老人还说过莫名的话,一旦走到那个领域,或许会觉得似曾相识,恍若昨日。 没有必要强求不同的路,只要参考,借鉴到真意,有些古路曾留下残忌,追寻求证到其本质就是了。 一切都安静了,主风却心绪难平,几个老人都死去了,都再也不可能出现。 尽管知道,他们只是灵,真身其实早死了,可他还是有些不好受,总觉得,灵的灭亡,比之肉身死去严重无数倍。 灵都散了,意味着真正的永迹,无论多少个时代过去,他们都不可能复活了,再也不可见。 甚至,楚风看到,几位老人走过的路,眼下都不同了,沿途的脚印消散,虚空裂纹被抚平,所有痕迹都被抹除。 光无的战场,曾有关于他们的石碑,记载着他们生平。 但是,现在的石碑风化,如尘埃塌陷下去,很多个纪元前的地下遗迹中,还有关于他们留下的母亲书,传承秘典,竟也在卡卡生中沦为鸡粉,洒落。 天窃附近,几位老者接触过的土地,以及天窃虚空等,都在迅速瓦解,消失了。 楚风机零零打了个冷颤,这就是灵涅的下场。 在曾经属于他们世界,什么都没有留下,当初,横压无数个时代的绝世强者,真正纪元无敌的生灵,从此于世界秒无痕迹。 机人像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当年的脱路者,花粉路有数的几个创法人,死得这么悲凉,让人心中发堵。 很可怕的是,现在楚风都不知道天窃后的生物,到底什么来头,什么跟脚,一切都是迷。 与基地有关吗?可是,他总觉得,涉及到的层次太高了。 如果只是一个主记者,还不至于让整条花粉针路都出事儿吧? 那个女子都倒在尽头,跟我来站,楚风看着几位老人消失的地方,她忍不住一声低吼,这庄英国我接了。 曾经的脱路者,花粉针路的创法人,怎能白死,连痕迹都被无情抹除。 空的一声,这天地兼有炸雷暴响,但是,她抬头却什么也没有看到,凝凝中,像是真有什么大因果落在了她的身上。 楚风的凝凝巨成人形,双木已成形,目光冷烈,盯着天穷,纵然一切都落在她身上,让她一个人扛下,又能怎样? 她该经历的也都经历了,早已无惧一切,大不了不就是一死吗? 活着,强大,横推诸世敌,楚风身体发光,绽放得出零粒子光束格外的刺目。 空,突然,三团火光通天,剧烈焚烧,让诸天万道都轰鸣,都颤立了起来,包括天窃亦如是,竟在抖动。 然后,楚风看到了三个人,盘坐通天的光束中,贯穿时光长河。 谁,很快,几乎是刹那间,她想到了他们可能是谁,传说中的。 三天帝,第1539章三帝照古今通天光束,撕裂古今,镇断了时间长河,让天窃都轰鸣,剧烈颤抖不已。 这是什么状况,三道光束中,三个模糊的身影盘坐,虽寂静不动,但是却仿佛可以压她万步长空。 这种景象,怎能让楚风不惊,她就是有一种感觉,那是三天帝,因为,她见到过堕落真仙,接触过那条路,在这三大强者的身上感应到了相同的缘,且三人是缘头,有类似的气息。 只是,三帝宛若高坐九重天上,能量至强,恐怖无边,远超堕落真仙不知几个数量级,太瘦人了。 同时,她也看出一场,其中一人虽然散发无穷的恐怖能量,但是也缠绕着海量的死气,透过神圣光芒蔓延出来,她似乎,死掉了,在那人头顶上方,悬着一口大钟,似曾相识,感觉很熟悉,那是狗黄的主人。 只是太远,无法确定而已,看不真切,另一人寂静不动,如同化石,身前横着一口铜关,形体宛若哭怒,像是失去生机,又像是做官,不知道什么状态。 楚风觉得,这个人很惊人,弱势无恙,应该很强,甚至可以说强大到离谱,到了不可理解的程度。 此人是什么状态,楚风觉得,这应该是征战魂合时,最后从青铜中显照出身影的那个天地。 他想看清楚,可是,任他怎么努力都见不到,在那个人的面孔上有一团雾,始终笼罩着,无法窥探。 王不见王,帝不见帝,在这种状态下,楚风依旧忍不住攻农,与其说是调侃,不如说是在自嘲,毕竟他现在距离那个层次还太远。 还有一个女子,只能看到一身白衣,很飘渺,很远,出世离尘,但是若仔细去感应的话,有种至高的压迫感。 他君临天下,横压诸世,这个女子真正是无法揣夺,身后大千世界无数,全都围绕着他旋转,有些世界腐朽了,衰败下去了,可他却依旧明镜。 只是,他虽然盘坐在那里,其真灵,似乎,也在远去,是要入定修行了,还是也处在特殊的状态。 楚风却信,虽然如现在这般始终没有看到过真容,但绝对见到过这个女子,就是在太上禁地内特殊空间内。 在那里,有女帝的蜕变后留下的虚身。 三天帝,似乎都接触过,可她们太模糊了,而且有些人可能死去很久了。 为何,她们同时出现了,要做什么,嫁一瞬间,楚风大吃一惊,她听到了十分虚妙的声音,很熟悉,也十分飘摇空远,是谁。 三帝数归一,英灵照古今,她竟听到这种话语,这是有人召唤三帝,显化莫大的威能。 怎么可能,谁能如此召唤三天帝,事实上,有人比楚风还吃惊,两届战场,所有人都看到了夭夭的祭物,听到了她的神秘昼言声。 然后,人们便看到光束通天,像是有什么禁锢被打开了,有模糊的三尊身影浮现,映照在苍穹上。 三帝,天啊,我看到了谁,我的眼睛没瞎吧? 此时,不要说别人,就连堕落真仙都在震惊,战力不已,她们传承就是源自三天帝,自然有所了解。 当这三尊模糊的身影浮现时,第一时间,她们就洞彻了这是谁。 在场的老旧集,也都震撼了,人们看向夭夭,觉得这个女子太惊人了,到底施展了怎样的秘法,为何能够沟通三天帝? 连羽黄都心血翻腾,怎么可能,三天帝要出现了? 五疯子都毛了,这不现实,那三人甚至都有人死去了,怎么一同显照? 现场,所有人都如尼苏母雕般,直到最后才有人低语,激烈喊叫,狂热无比。 真是他们要回归吗?那我大哥,都得要夹着尾巴做人了,不敢狂了。 老古第一时间面刀他哥,急语差评,因中,赌门之关中,某个躺关的人几乎下黑手了,差点要去两届战场找麻烦。 真神啊,天仙啊,您召唤出了三天帝。 龙大羽怪叫,看着妖妖,越发觉得眼熟,像是在什么地方见到过。 三地盘坐,高高在上,十分的模糊,不过他们的投影,他们留下的大道碎片在凝聚,隐约间开启了一条路,要接引什么? 呲,有人到西冷气,尤其是多罗真仙,脸上的表情最尤为复杂,现在他们确信,这个名为妖妖的女子得到了三地秘传。 他是女帝的唯一弟子,或者说是三天帝的共同传人,甚至可以说是最核心隔代传承者。 有人开口,不然的话可以如此,违有人可以这样召唤三天帝,除非与他们关系无比密切,得到了三地所遗留的远超语法的某种秘咒。 G5,关键时刻能召唤三天帝,而妖妖在这时却毫无保留地施展了出来,正常来说,这应该是保命的绝密手段。 现在,他在尝试救一个人,是了,三天帝不可能出现,是他们的痕迹,是他们的大道碎片在凝聚,共同显照,通过G5召唤出来。 五疯子醒悟,毫无疑问,妖妖在救楚风,想把他带回来。 他不知道在楚风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只是感觉他在淡去,从他的记忆中消散,要彻底抹除了。 纵然妖妖天纵无比,曾有星空下跌一的美誉,但也没有其他办法,只能毫不犹豫地施展G5。 是你吗?妖妖,你在哪里? 此后的世界,灵状态的楚风,终于知道了熟悉的声音属于谁,怎能忘记,那是妖妖。 然后,他看到了归路,是肉身所在的世界,他一步一步走去,要回归了。 谢谢你妖妖,虽然,他知道靠自己也应该能回去,但当妖妖的声音传来,感觉是在救他,依旧让他感动,心中热乎乎。 同时,他惊喜,忍不住想长笑,妖妖没有死去。 他曾失落在大渊中,让他心中难受与剧痛无比,而现在他,出现了,楚风恨不得第一时间赶去见到妖妖, 三地普照神圣光辉,哪怕只是留下的痕迹在凝聚,是气息在释放,但也绽放出惊人的伟粒,开启一条路。 甚至,这一瞬间,楚风恍惚间透过天空中显照的三地,见到了两届战场的模糊景象。 真的有妖妖在那里,同时,他也朦胧地看到了五疯子,似乎锁定了妖妖,这是要出手吗? 疯子,你想做什么? 妖妖的背后,那个一嘴黄牙的老者呵斥,身上能量气息暴涨。 同时,妖妖一上前,无惧地迈步,这一幕,也在楚风真正踏出死后的世界时看到了。 楚风看到了远处,自己不明状态的形体,还没有彻底散去。 五疯子,你敢动妖妖,我必然要打抱你。 不知道两届战场是否能够显照他这里的情况,楚风还是第一时间发出了宣战声。 然后,他彻底走出来了,回归自己的世界。 妖妖出现了,但是有麻烦,五疯子要对他下手,我现在还要更进一步,更强,再蜕变,然后去两届战场。 楚风觉得,要拼命了,要在这里再蜕变才行,需要更强,他不管不顾了,短时间内必须要再进化才行。 人需要逼迫自己,我要以肉身状态去花粉露尽头,如几位脱露的老人所说那般,那样才有希望。 我一定会在短时间内更强。 楚风坚定信念,他的灵虽然还未归于肉身,但是,他已经有了惊人的打算。 先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从打五疯子开始。 第1540章出道,见地这种话语如果让人听到,一定会被认为是狂人狂语。 将官强者保证想打死他,什么时候五皇城计量单位了,什么时候五疯子成为别人立下于想超越的小目标了。 楚风的灵快速向前而去,他看到了自己的肉身,倒在地上,距离紫色的大树不远。 出乎意料,种子发芽生长,花蕾绽放这么长时间了,树体竟还没有枯萎。 楚风的形体虽然还没有彻底消散,但是状态很不好。 其身,千疮百孔,骨头都露出来了,暗淡,疏松,没有什么光泽。 至于血肉,大多数部位都早已消失了,而有些地方只剩下一层干皮,甚至连发丝都腐朽了。 只有部分骨头上带着腐血,且缺少生机。 无论怎么看,这都像是死去很久的样子了,这让楚风心中逆沉,不过,他没有沮丧,更没有绝望。 骨头还在,其上还有血,虽然腐化了,但应该还有那么一丝灵性,他感应到了。 在他看来,或许,这就是必然要经历的死结,因坦然面对。 肉是魂之根,我要仔细感应,根未灭呢,灵回来了,当可以反补。 漫天的灵粒子,宛若发光的细沙,又犹若时光荡漾,向着那句枯骨落去,他的灵全部回归了。 没有意外,他感觉到了死气沉沉,灵回归身体后,无边的死气还有黑暗将他淹没。 这句死去的身体,若是平日没什么感觉,但现在他却有种回到母宇宙,自成一片天地的体会。 这是他的身体,这是他的魂之根,现在回来了,可是自己原初人体宇宙竟是死去了。 没有死透,还有火光未熄,还有灵之根在折服,等待复苏,我要找出来。 一时间,楚风的灵光芒大作,他送金,感悟,要唤醒体内的根,让死去的人体世界重新复活。 我看到了,见证了,哪怕枯竭了,几乎彻底死去了,这肉身内还保留着那干枯的魂之根,能苏醒。 楚风震撼,恍惚间,他看到了一片死气沉沉的宇宙,枯竟的星球密密麻麻排列与坠落时,有一团火还在,有一节特殊的根须在漂浮。 当然,这是他的灵的自我显照的画面,其实,真实情况就是一具骨架。 空,楚风的灵扑过去了,无尽的光粒子沸腾,融入那团火中,进入干枯根须内。 一时间,宋经声不绝,他在全力以赴,让真身复苏。 他忘记了时间,不离了光阴的影响,只有灵在起伏,在复苏,最后他的人形魂光绽放,骨骼开始有光泽。 也不知道多久,楚风坐了起来,他低下头,感觉有些不可思议,肉身竟直接恢复了。 他的手指洁白,宛若玉石般,拥有强大的力量,轻轻一点,长空像是纸糊的般,就被他刺透了。 就这样回归了,死去的肉身复活了,连他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非常诡异。 他以为会很艰难,这个过程将无比漫长,甚至会失败。 但是,他都没有什么感觉呢,在蒙蒙间,在半醒半懵懂中,自身就恢复了过来。 而且,他现在绝对是双横尊果位,楚风抬头,看到不远处的紫色大树还在,没有凋零,这说明时间不会很长。 他欲无知无觉间,迅速复活了肉身。 零,半生在肉身中,这是一种不可分割的契合,身体绝非一战,不容舍弃,现在得到验证,我的零与肉身间发生了一些我没有完全理解的事,很短的时间就让肉身重新活过来了。 楚风起身,来到大树下,想等到他凋零,收走种子,可是,他依旧保持着丝丝缕缕的生机,没有死去。 在楚风肉身负苏时,两届战场,遥遥停止纪舞,他知道楚风活着回到了这个世上,摆脱早先的可怕状态。 这时,周欣满脸泪水,激动,后怕,心计,最后欣喜,道,楚风,你回来了。 我记起你了,他刚才心很痛,只感觉自己失去了什么,似时遗忘了一个人,但却始终想不起来,彻底从他心中抹除了。 现在,随着楚风回归,那个身影重现他的心间。 呲,老古道吸一口凉气,他感触很大,一阵头皮发麻,按在此揣夺,楚风到底经历了什么? 先消失,又再现,居然可以从人们的记忆中隐去,太甚人了。 龙霸与神色复杂,最后仰天而叹,道,好人不成命,祸害一百计,就如我这般。 在场的人神色复杂,刚才他们经历的事太特殊了,楚风那个来自小阴间的魔头,究竟遭遇了什么? 竟可在他们心中时段实现,羽黄与五疯子,还有堕落真仙等,脸色最为异常,某个生物竟可从众人的记忆世界中消失,涉及的东西太可怕,他们深知多么恐怖。 武皇最先回过神来,再次锁定妖妖。 杨坚,某座名山上,新年的秦洛英,如今的青英,他略微出神,迎白而觉美帝面孔上神色有些复杂。 他记忆中的那个楚风,究竟触及了什么,与至高领域有关吗? 我要肉身触道,见地,楚风低语,现在,他只有一个念头,在最短的时间内变强,然后去两届战场找摇摇,不能再让他再出意外了。 花粉真路上的透露者,那几位老人,早已暗示过他了,他当勇于尝试才行。 触道,见地,自然是要赶出那源头的生物,神秘倒在真路尽头雪坡中的女子。 但是,在航动前,他要将自己调整到最佳,保持在最强的状态才可。 楚风双目中有盛烈的符纹在旋转,在焚烧,火眼金金洒落出非常明亮的光雨,他望穿苍穹,直视欲外。 终有一天,会有惊世大碰撞,会有超脱室外的生灵间的大决战,现在的他远不够强,他无比渴望力量。 楚风走向远处,离开还未枯萎的紫色大树,站在一座高山上,黑发飘舞,身体绷紧,如同一条蛰伏的人形真龙玉腾空。 而后,他将石冠抛出去,划出一道弧线轨迹,落在乱石堆中。 在去出道前,他准备先淬炼肉身,将到饥夯时,以最强姿态去闯关,见地。 那个地,多半是先帝,咔嚓,一道通天之光出现,足有山岳那么粗,像是星球燃烧着砸落下来,宛若面世。 瞬间,他立身的山岳分崩离析,炸成鸡粉,不出所料,抛掉石冠后,天节第一时间找上了他,而且是这么的强决,狂暴。 闪电到了山岳这么粗,如同末世来临,上次,他进化成大天尊,而且是双道果,因为有石冠在身,一直没有被雷法找上呢。 现在,他更进一步,拥有了双横尊道果,主动抛开石冠,自然会被天节找上。 他以肉身承载闪电,要完成这个层次可以称为最强的,节。 在别人看来,这是一次很可能会陨落的大节,但却被楚风视为机会,当成洗礼。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楚风也算是杨坚进化路上的强大生物了。 最起码,他在同层次中,走到了极尽领域,因此引来的也是最强之节。 空,高大的山体灰飞烟灭,在电光中仰起漫天的沙,生机俱灭,那里成为了死地。 所有的生命气息都被天节劈散了,不要说草木,就是虚空中的能量粒子,天地间的稻则碎片等,也都被这特殊的雷光震干。 这是杀人之节,确切地说,这是专杀史上某一领域最强生物的天法,不给机会,就是要彻底毁灭。 在天地规则看来,这是超出规则的生物,不应该存世,当抹去。 到现在,他楚风还没有见到其他真正的横尊呢,而他已是双横尊果位。 故此,大姐怎能不恐怖,堪称这一纪元,在这个境界的最强天节。 楚风熬下来了,哪怕劈成了人形空楼,甚至骨头都炸开了,他也没有哼一声,咬牙坚持了下来。 直到最后,漫天粗大的雷光消失,大补物,有种再来啊,我还没吃够呢。 他喊道,躯体都残缺了,不成人形,但却在那里咬牙挑衅。 这的确对他有意,肉身被洗礼,他感觉隐藏在身体未知处的腐烂,不想等因此,都下降了一截。 甚至,他觉得再这样下去,走大雨路都见不得能腐烂。 不对,是我的错觉,这是要麻痹我吗? 从来不见未斧的大雨,甚至,从未有活着走到尽头的大雨生物。 他警醒了,没有被蒙蔽心灵,洞彻真相,很快,楚风恢复了过来,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塑真身,精灵中闪烁道闻。 有种特殊的光运,更加坚韧。 此外,他的魂光也被雷霆洗礼,愈发的强大,坚固,散发着不朽的气息。 楚风一闪就消失了,换了一个地方,来到紫色大树下,要以肉身处到,进入那诡异的世界中。 他一手谋缩时惯,道,你到底什么根角,曾为花粉真路带来希望,光明,送来花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来头更大。 我带上你,去那奇异的世界,花粉路的源头,那里有你的留下的痕迹吗? 隐约间,楚风竟感觉石冠像是轻颤了一下。 他盘坐在紫色大树下,开始悟道,低语道,助我一臂之力,让我们回归源头。 楚风在此开始经历可怕的异变,肉身朦胧,但是这次没有消散,无数光粒子浮现,构建出花粉真路,他迅速冲了上去。 在此过程中,石冠清明,让楚风在电光石火间捕捉到一针一换的几幅画面,石冠这是在逃吗? 或者说,他在见证,他在沿着某种轨迹前行,贯穿了一个又一个纪元。 而花粉真路上的那几位老人,只是他在路上无意间遇到的有缘强者。 太恐怖了,他的起点太古老,曾为几位老人的族群带来希望,带来光明与憧憬。 几乎模糊的画面一闪而眉,都消失了。 楚风站在一片破败的战场上,这里没有尸体,没有兵器,一切都腐朽了,随风而灭。 偶尔看到一截母金箭,被发现后轻轻用手一触,也刹那成为几粉。 我这是成功了吗?肉身来到了这里。 楚风声音颤抖,这一次,他发现的更多,黑色的天窃,横顿前方,割裂一万里空间,更是截断岁月,让所谓的永恒都断开了。 很难想象,连时光都被侵蚀,光阴碎片居然在腐化,时光在溃烂,渐渐被磨灭。 这时间还有什么可以永恒?连时光大道,连其最核心的符文都在消散,都在归于虚无。 一切都要归虚,所有都将不见,存在的都将逝去,万古皆空。 楚风震撼,久久不能雨,很长时间后,他才回过神来。 我成功了,真身到了这里。 楚风激动,喜悦,他感觉自身仿佛在变强,在被真露莫名的洗礼。 肉身跨过不可思议的阻隔,来到了死后的世界中。 同时,他也在付出代价,楚风双目低血,刚蜕变出来的更加强大的双横尊级火眼金睛都在军裂,承受不住那里的景象显照。 他的金色瞳孔上,出现一道又一道裂纹,像是晶体要炸开了,雪在无声的流淌,染红其面颊。 并没有接触,他只是看到黑色天剑对暗的部分真相,就已经让他要涌跺下去,沉到死的意境中。 触到,见地,他做到了,这次看得真切,那个女子身形很美,长发遮鲜眼,倒在地上,附近一片烟红,却似乎还未干涸呢。 而圣人的特殊纹路等,正是从那女子的身上散发出来,一条条秩序,一条条大道向外辐射,蔓延向花粉真路。 果然如此,是他,人头的强者出了问题,辐射向花粉路的大道碎片,等于是间接传递给了每一个信徒,走这条路的人等于都病了。 楚风低语,这一次,他的肉身与林兰德的没有消散,像是经历了上次的煎熬后,有些免疫了。 更或者是,几位老人的暗示,在此应验了,真身来到这里,似乎得到了某些好处。 唯有超过这个女子,才能解决这条路的根本问题。 楚风低沉地说道,那是,她的身后还有东西,下一刻,楚风双目几乎碎裂,她见到了什么? 在那女子的身后,竟还有几口官,横顿在那里,极其的诡异莫名。 在见官的刹那,楚风觉得,自身像是变异了,发生莫名的变化。 这是怎么了,她要因此蜕变吗? 还是说,即将出现不好的事? 女子的身后,居然有几口官,实在太异常了,是他们导致了一切吗? 还是说,他们也是被害者。 翁,刹那间,惊变不止,在女子的身后,以及官的后方,竟有刀光剑影,有血在冲起。 真相揭开了吗? 那里还有什么?